我叫Simon,李江 我是广东人,来自深圳 其实呢,我的故事呢,也和别人有点不一样 我是在广东出生,在广东海边长大,湛江 那之后呢,我呢,当年呢,就是 也是我们城市里唯一一个呢,我就考上了清华大学 去了北京读书 在北京呢,最后呢,我也在那里念了研究生 在北京,在清华 那我毕业的时候呢,就是刚好是六四 就六四的时候,那一年我毕业,研究生毕业 但呢,就是毕业之后,我就分配到了深圳 到了深圳,我就自己呢,就是 也是创立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IT的公司 做网络,做通讯 在,当时我们在 深圳,也建立这个基地之后呢,我在南京啊,北京啊,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做了分公司 就是我们当时在做网络,也做得红红火火 非常的,那时候呢,也年轻刚毕业,所以呢,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建立自己事业 嗯,那是,我们是九八年 呃,就移民来 加拿大,来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温哥华 呃,从 呃,九八年,现在二十几年了 一直在这里 但呢,我们来到温哥华开始的时候 也是挺艰难的 呃,因为来到一个特,呃,新的地方 我们原来的资源全都没了 呃,你,你,你所有的,呃,人际的关系啊,你的各种的资源呢 我们国内的一些优势都没有了 那你就是,呃,来到这从零开始 一穷二白,就是从头开始 那来到这里,当然就是,也是尝试过很多的工作 那我们就从最低,低沉的,呃,那些体力的 呃,洗地毯呢,帮别人清垃圾啊,呃,这些,这些出活开始干起 到工厂里去做工啊,那样子 呃,那是后来呢,呃,我就是有一个机会 我们就开始呢,建立了信心假期,一个旅行社 呃,那开始我们旅行社业务呢,主要就是,呃,在组团 或者机票,邮轮,酒店,这些 那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户外活动 那所以呢,我就就喜欢打猎啊,钓鱼啊,滑雪啊,这些呢,我都非常喜欢 那就是,也是有个机会 后来呢,就是说,哦,我自己是不是买个船,去钓鱼 但是呢,哎,有朋友提醒说,你,你有旅行社 你还不如呢,就是做成这个,呃,商业的这个导钓公司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其实我当时开始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懂,也不会钓鱼,也不会开船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 但是呢,哎,这个,我觉得这个主意好 后来呢,我自己也考了商业的船牌 啊,考了各种的证书 啊,把那个,所有的商业运行的这些 啊,都,都给它弄好 那,我们也买了第一艘的这个海钓艇 海钓艇呢,我们就开始了信心海钓 那以前呢,我们就是在温哥华 一天,呃,这个叫一天团 早上去钓鱼,之后回来 那就这样子,哎,没想到呢,这个 还非常受欢迎,这个项目 啊,非常受欢迎,所以呢 现在呢,客人越来越多 我们的口碑也非常好 之后呢,呃,我们就又添加了第二艘船 第三艘船,第四艘船 现在呢,我们有四艘船 呃,形成一个,呃,一个船队 那整个呢,就是我们在华人里面 我们信心海钓,呃,是一个名牌 而且呢,大家呢,口碑非常好 呃,我们每年接,呃,接待了很多的客人 带他们去钓鱼,呃,那我们是四年前开始呢 我们就是,呃,来建立了现在这个 这个阳光会所,呃,这是一个海钓的 度假的一个一个基地这样,呃,非常的漂亮 呃,我们看到呢,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非常的 适合,因为有自己的私家码头 对你喜欢钓鱼的人呢,是特别的好,呃,我们说 来这里也非常方便,你可以开车来做渡轮 你就来到这了,或者呢,坐水上飞机 也可以来到这,还有呢,你自己有船 你就开着船,从温哥华开到这里 大概,呃,你风,如果天气好的话 大概两个半小时,你的,你的船 就从温哥华开到这了,呃,呃,呃 有的船开得快的话,两个小时就到了 嗯,所以呢,这里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在这里之后呢,就是 开始把这里整个的,重新的整修 翻新,加很多独立的房间 那有了这些,呃,可以呢,就是很适合呢 那大概,呃,呃,就是在二十人 呃,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团 或者呢,你的商务团 或者呢,商务会议啊,呃,公司的会议 呃,嵩,婚,婚礼,家庭聚会,海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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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呃 这个,这个非常适合,呃,不,也 不需要太多人,就是你们独立的自己的 这个地方,所以 Paulo这绅我来说呢,就突然 呢,到一个搞高科技的,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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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变成了一个呃,海调的人,呃,所以呢, 也是一个,一个挺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呢,我很享受在其中 因为这个呢,是,就是,我觉得人生就这样 你喜欢自己 找到自己 而且你不管是什么工作 你就是认真去努力去做好 你就能实现你自己 所以这也是我喜欢 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个笑话 有一次我就带我的儿子 回到我们广东湛江春节 回去那过年 在国内都可以 就是说去洗一个头 洗头那就躺着呢 那我跟儿子都躺着呢 人家帮我们洗头 那个洗头工就跟他聊天 问我的儿子 你在从哪里来的 那儿子说 我从加拿大来的 他们就很感兴趣 说加拿大来的 那你怎么样啊 那地方好不好啊 那个什么样 那孩子说都很好啊 那个很漂亮啊 可以滑雪啊 可以那个什么样 后来那个 我在旁边我就听到 那个小姐姐后来就问 我儿子说 那你爸爸在那个温哥华 做什么工作啊 我儿子怎么回答呢 我儿子说 我爸爸钓鱼的 钓鱼是工作吗 他说我爸爸钓鱼的 那个我一看 那个小姐一下就停下来 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过了好久 大概可能真的过了有一分钟 那小姐他说 哦钓鱼也挺好 他不明白什么是叫钓鱼的 因为在我们那边呢 我们湛江是个海港 那钓鱼的就是渔民嘛 就渔民 渔民就是没什么出戏的吧 没想到呢 我们在加拿大呢 这个渔民还不一样 所以呢 我这个我这个加拿大渔民也挺好 所以呢 这个说是个笑话 也真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这些也是讲出来的 一个人呢 其实还是还是这样 因为我们来到了一个 另外的地方 另外国家是吧 我们的语言呢 我们各方面受的限制 但是呢 我想呢 你自己的爱好是你的人生 就是你的 你自己 所以呢 抓住自己 就是 我就是这样子坚持下来 所以呢 也很 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 谢谢 好 朋友 我介绍了好 这么好 我也介绍了自己 真正呼吁大家 现在呢 特别在疫情过后了 疫情一定要解封 一定会过去 所以我们的生活 一定要重新开始 我就呼吁大家呢 真是走出自己的家门 走到大自然 走到户外 在一个漂亮的地方呢 不只是去看东西 你要静下来 在那里享受 所以呢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阳光会所 在这里呢 真的有几天的时间 享受你不一样的人生 耶 呼吁大家来 心心海洋 海洋心心 耶 简直至亲密神 中文歌